他是出身书乡门第的少爷 在父母的培养下 13岁考上清华大学 23岁便享誉学界 堪称是万中无一的顶级天才 他又是79位院士共同的老师 在其教导下 这些人中大半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他就是叶启孙 不过遗憾的是 正是这样一个堪称中国学术之光的人物 为了科研教学工作却终身畏曲 使得其晚年孤身一人的生活十分凄惨 本期视频即将开始 各位新来的观众朋友 不妨多多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一位天才究竟是怎样练成的 他做了哪些贡献 又有着哪些成绩 到了晚年他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当然了提到这个 我们就不得不从头开始说起了 1898年7月16日 叶启孙出生于上海的一户书乡世家之中 其父是上海市鼎鼎大名的教育学家 其母也是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贤惠女子 在这般的家庭中 教育自然是放在了第一位的 因此从很小的时候开始 叶启孙便受到了父母的 以及东西方各种名师的教导 而受到了这般的优秀教育 叶启孙那天才般的头脑 也随之被开发了出来 使得其小小年纪 便已经成为了中西方学术兼辈 既了解中国古典文学 又精通西方科学的全能人才 这样的人才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自然是备受重视的 所以就在叶启孙13岁之时 当年刚刚成立的清华学堂的 第一任校长周自奇 就已然按捺不住自己的爱才之心 通过叶启孙的父亲 将这位小神童招了进来 入学之后 年仅13岁的叶启孙 顿时就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明星人物 不单是同学们 对其渊博的学识感到十分佩服 就连校内的老师都觉得 此子今后必成大器 不过可惜的是 还没等叶启孙 真正地学到什么高深的本领 随着辛亥革命的到来 清华学堂便宣告停课了 学堂停课之后 学生们是走的走逃了草 各奔东西去哪里的都有 而叶启孙也不例外 为了躲避京城的战士 他也是孤身一人逃回了上海 到了上海 看着年纪轻轻 却满脸沧桑的叶启孙 叶家父母是既心疼又无奈 心疼的是 这么大的孩子 就遭受了如此的颠簸 无奈的是 即便如此 学业也依旧不能耽搁 于是乎 为了补上这段时间荒废的学业 叶家父母便托人将其送到了上海冰宫中学 让其接受了中学的课程 对此 叶启孙起初还不明白 他不懂明明自己已经能去大学学习了 为何父母还要他去高中念书 但接下来随着课业的展开 他就明白了父母的良苦用心 原来 这所兵宫中学虽然普通 但其教学方式却格外的先进 校内的课程主要讲西方科学不说 他们教学手段也不同于传统的中式教育 教师们十分重视学生的意见和想法 他们也允许学生有自己的见解 允许学生反驳教师的观点 这样的教学方式 是叶启孙从未见过 也从来不敢想象的 因此 这两年的学习生活 让他学到了很多 也为其今后的道路 打下了坚实的铺垫 不过中学再怎么说也是中学 学习的知识是有限的 过而就在1913年 在清廷倒台民国成立 北京的局势已然平稳后 叶启孙便再度来到了清华读书 此时的他已经15岁了 虽然依旧是出类拔萃的年轻天才 但相比于当年 却还是显得平庸了不少 所以这次叶启孙的入学 并没有迎来多大的风波 他本人也沉下了心 开始认真学习起了大学的课程 这时的清华大学学制 和现在的四年制不同 那时一般人想要从清华毕业 需要念完足足八年的课程才可以 可叶启孙哪里是一般人 刚入学他进入的就是最高等的班级 也就是说只需要四年 甚至更短的他可以毕业 并且在校方的安排下出国留学 对此叶启孙也是心知肚明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毕业考试时 注重文武全才的清华学校 竟然增添了一项体育考试 这可打了叶启孙一个措手不及 使得他挂掉了结业考试 直到第二年才得以毕业 这件事给到了叶启孙极大的感触 因此就在其留学美国 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期间 他也是注重起了自己的身体 每天的功课即便再忙 他都会在晨间午后跑步锻炼一番 这样的锻炼使得叶启孙和其他中国留学生 十分不同 健康阳光的体魄 让他不单受到了很多女同学的青睐 也让校内的导师们 一改以往对中国人的固有印象 将叶启孙当作了美国人一般 格外的重视 而在这份重视下 叶启孙也是逐渐接触到了 更深层次的物理学知识 更有甚者 在临近毕业之时 他更是被校方推荐 保送到了哈佛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 在哈佛大学 叶启孙的物理学天赋尽显 年仅23岁的他 在很多方面甚至胜过了校内 五六十岁的导师 之后他的发现 更是震惊了整个物理学界 这般的成就 使得叶启孙顿时享誉了全球 一时间 美国 德国 英国 这些个强国 或是国家中的企业 想要招揽他的人 都踏破了哈佛的门槛 可即便面对如此之多的橄榄枝 爱国希望尽快学成 报效祖国的叶启孙 也没有心动 他在一一谢绝了 这些人的好意后 便赶忙返回了国内 要知道此时的叶启孙 才23岁 来时孤身一人 走的时候也是片叶不沾身 这等的潇洒 这等的沉稳 坚定 着实不是常人所能及的 当然了 也正因如此 在其回国之后 选择招揽他的势力 大学也是多如牛猫 上到当时的国民政府 清华北大 下到普通的私立大学 都向叶启孙发出了招揽信号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叶启孙不仅没有投身官场 甚至就连母校清华他都没有选择 而是直接来到了南京东南大学 物理系执教 那么这是为何呢 原来不是叶启孙不想回母校执教 也不是清华没有邀请他 而是此时的他 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成为一名好老师 毕竟树叶有专攻 他精通物理 却不代表自己有为人师表的能力 于是为了锻炼一下自己 他这才选择了一所 中规中矩的大学开始了实习 然而没成想 这一实习却让叶启孙挖掘到了自己的教学天赋 在南京东南大学执教期间 他不仅和学生们打成了一片 他那活泼生动的授课方式 甚至还受到了校内其他老师的推崇 因此就在这之后不久 有了教学自信的他 这才终于回到了清华大学 开始了他批乏教授院士的教学生涯 在来到清华之后 叶启孙很快就受到了校内领导和学生们的一致欢迎 之后他更是受到了清华校长梅琪的青睐 使得他成为了清华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理学院院长 而在他和梅琪琪的联手之下 清华也就这样步入了建校至今 最为新盛的黄金时代 靠着叶启孙在学术上的威名 很多国内顶尖的科学家 慕名前来清华任教 例如吴有逊 华罗庚 雄庆来等等 有了梅琪琪的主持 更多的优质声援 也如同潮水一般涌入了清华 像前三强 王竹熙 胡宁 李正道 以及23个两弹元勋的获得者 其是9名科学院的院士 就都是在梅琪琪的帮助下 这才得以成为了叶启孙的学生 受到了这位名师的教学 尤其是李正道 他本来只是一位插班生 若不是梅琪琪的帮助和推荐 他根本无法受到叶启孙的注意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 清华大学和很多民校一起 合并成了西南联大 叶启孙作为物理系的导师 正在为学生们讲课 而正在这时 梅琪琪带着刚刚转校的李正道 来到了课堂之上 并和叶启孙说道 老叶啊 这孩子有些天赋 刚从浙江大学转来 你多照顾照顾 听到校长这么说 叶启孙也是十分好奇 于是在梅琪琪走后 他便经常会私下里向李正道 询问一些关于物理学的见解和看法 对此 李正道都对答如流 不仅如此 他的很多看法 更是让叶启孙都叹为观止 所以此事 已经年近五十的叶启孙 便有了爱才之心 他先是会有意无意地点拨李正道 随后还力排众议 给到了他去美国留学深造的机会 可以说 如果没有叶启孙 李正道不可能有后来的那般成就 也就更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了 从这些事就可以看出 叶启孙的眼光 以及他优秀的教学能力 然而 可惜的是 正是这样一个 为新中国 为世界培养了无数动良之才的人物 却终身畏屈 也正是因为他终身畏屈 使得其在晚年的时候 十分凄凉 身患重病的他 又没有妻子子女照顾 看着身旁的病友 都有人陪伴 在医院的他 心情一直十分抑郁 因此 即便医生们已经拼尽了全力 最终在1977年1月时 他也还是 没能扛住病魔的吸扰 与世长辞了 这等的结局 着实让人感到惋惜 不过 这也能反映出 叶启孙老先生 为国家 为民族 做出了多大的牺牲 因而 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个名字 也记住 他为了我们的美好生活 做出的贡献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视频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关注 支持一下吧 感谢观看